除了你算计我 还能有谁 皇上让其辱给你医病 你的身子却是越来越差 这是我能算计的吗 你想说什么 你现在喝的药里边 比其辱给你开的方子 多加了几匪药 多加了这几匪药呢 从症状上看也是有所缓解 但其实是伤了你的元气的 岂有为何要害我 还是谁指使他这么做的 是皇上 太后 这件事呢 我只能知道这么多 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 或许你更没有想到 你想说便说吧 妈那镯子给我 要镯子做什么 你我侍奉皇上多年 一直未有子嗣 全拜这个镯子所赐 这镯子里边 藏着伤人血气 让女子不孕的玲玲香 哪儿有什么零零香 零零香 哪儿有什么零零香 哪儿有什么零零零 hail 他是�리א 哪儿有事 你吃吗 得 最后 这个将军 你竟然知道 为何还一样待着 我的运气比你好一些 有一次摔坏了镯子 里边的脏东西掉出来 才知道了关桥 我现在戴的镯子 自然是剔除了玲玲香的 不过我到现在也未有身孕 也怪不得了 我不知是不是让她伤了根本 她为何要这般害我 你对皇后忠心耿耿 她却是把你当作一个 可利用之人 而我至于她呢 从前邸选附近的时候 就落下了心病 忌惮之外也需要防备 她送你我这个镯子 就已经拿定主意 不让咱们申养了 怪不得我们一碗一碗的 做胎药喝下去也无济于事 她为何要这般对我 我对她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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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前马后 从不甘营而先 她说什么我都听 事不让她是我都坐在她前头 我就是想要一个孩子 她为什么要断了我天南天下 为什么 你今天来告诉我这些 时不时就想知道 我们对你做了什么 这背后可少不了皇后的支持 前日我便说给你听 你要真想说 便说给最该知道的人听吧 等等 你等你等 如意 本宫求求你 让我见皇上一面 让我见皇上一面 如意 如意我求求你 让我见皇上一次 让我见皇上一次 主 主 如意 让我见皇上一次 让我见皇上一次 如意 让我见皇上一次 我要见皇上 如意 好 好 我的领奖 好 好 我 想你 有 呀 好 你 我们到了 我 高秀可爱 皇上去看看他吧 朕不去 你也来劝朕 刚才高冰还上述禁言 说牵挂贵妃 贵妃呢 怕是不行了 一旦离世 但是如果高冰问起贵妃临死前的状况 皇上还得有话可说才行 皇上也一向顾及贵妃的颜面 并未对外张扬她所做下的恶行 如今她想见皇上一面 皇上就成全她吧 人家就这么说 皇上怎么还不来啊 您问了许多遍了 方才李公公来传旨 皇上一定会来的 卓儿 皇上来了 皇上 臣妾给皇上请安 还病着就别老牧了 起来吧 皇上也坐吧 莫歇你先下去吧 我跟皇上单独待一会儿 是 皇上 自迎春家宴以来 我们已有三年 十个月未见面了 臣妾容色衰败 自知以此面目求见 实乃不尽 可臣妾知道 自己命不久矣 还是想见皇上最后一面 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还这么费心打扮 这一身 是臣妾封贵妃时的装扮 臣妾穿着她 便想起皇上往昔 对臣妾的爱护 臣妾想穿着她 跟皇上说说话 臣倒是有些话 想先对你说 子侍夫为孝 妾妾尊负则为顺 臣进军为功 奴才奉主为终 你们心自问 这些你都做到了吗 功顺忠孝 你在朕的背后 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皇上真去看贵妃了 据说贵妃已是弥留之计 为着人情 皇上去看她一眼 也是应该的 那贵妃会不会乱说话 不会吧 她若敢攀扯娘娘 就是攀扯她自己 高氏一门的荣华 难道她不要了 就算她要乱咬 皇上也断不会相信 她这些疯化的 臣妾自知罪孽深重 并不敢祈求皇上原谅 有些话 本打算致死不严 如今却不得不说 只要你说的是实情 朕不会因为你的言行 而牵连你的母族 为探测您心意 皇后将怜心嫁于王亲 嫁于笼络 阿若也是得了皇后的照拂 才敢出卖贤妃 端毁太子婚后 皇后认为是贤妃诅咒 便满心怨恨 臣妾未顺皇后心意 命双喜将毒蛇 放入冷宫谋害贤妃 重阳佳节 皇后又指使臣妾 烧死贤妃 是贤妃得风湿之类小额 固然有家妃收起药理 但事情 是皇后让臣妾做的 就这些了 皇上可还记得这个翡翠珠珠啊 这是你和贤妃 嫁入前邸时 皇后亲手赠的 怎么会断了 这么好的东西 皇后自己不带 却赏赐给了臣妾和贤妃 臣妾真是感恩戴德 可没想到 她在这里面藏了这么好的灵灵香 长久佩戴灵灵香 便难以承运 人家和贤妃一代就是十数年 连自己为什么没有孩子都不知道 皇后出身险恶 她怎么会懂得这种下作手段 她也不懂药理呀 皇上 一个人想作恶 没有什么是懂不得学不会的 贵妃 皇后是中宫之主 你可知污蔑皇后是什么罪名 臣妾知道 在您心中 皇后是一位最合适不过的皇后 您是不是害怕 害怕她就是让您真正失望的那个人 皇后是否让朕失望 还是良说 倒是你 是真让朕失望了 臣妾虽然罪不可受 可臣妾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日 但是 这里面难道就没有您的半分缘由吗 有一句话 臣妾今天一定得问清楚 否则到了地底下 也不能瞑目 一问 臣妾受其太医招服 可为何越吃越冰 妾虚血淤加重 以致元气大伤 便是没有那林林相 也难有身孕 朕原知道 你生来有妾虚血淤之症 才让其辱为你细心调养 连你的子嗣也不强求 却没想到你今日这么问朕 是皇上不强求 还是根本不想要跟臣妾的海上 要跟臣妾 来自 当年在前帝选福吉 三个人里您唯独没选臣妾 若不是先帝跟太后 您也不会选臣妾当可可的 后来您宠了臣妾很多年 又让其辱 来为臣妾调理身子 臣妾以为您是真心喜欢臣妾的 可臣妾错了 方才你也说了 朕宠了你很多年 朕既然宠你 又为何要对你下手呢 皇上所言可真啊 朕 朕 什么是朕 夕月 你还记得你自己当初的模样吗 朕还记得初见你时 你是何等的娇柔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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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赐你个嗜好 给你一个好的结果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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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好了 那就容臣妾自己说一句吧 臣妾这一辈子如痴梦一场 后悔也来不及了 只盼下辈子 恰得寻常人家 相夫教子 也做一回贤得良善之人 这是你最后的请求 朕不会不答应 朕便赐你贤字作为嗜好 也作为你下辈子的期许吧 皇上 虽然您不承认用妻乳算起了臣妾 可除了您还有谁呢 就让臣妾也算计您一回吧 如果是您 老天会受了您去 如果 请不吝点不吝点赞 订阅 让我阳接收 您 不吝点 让你不吝点赞 订阅 电话